出埃及記 第十二、十三章 以色列人還在埃及地時,尚主給了摩西和阿倫以下的指示 從今以後,你們要以這個月作為一年的頭一個月 你們要向以色列全體民眾宣佈 在這個月第十天,每家都要選一隻綿羊羔或山羊羔作為制物 每戶人家一隻,如果家裡人少是不掉整隻羊,可以跟鄰居共向一隻 按照每家的人數和每人的食量來分一隻羊 你們所選的必須是一歲大,沒有缺陷的公羊、綿羊或山羊都可以 你們要特別照料這隻選出來的羊,直到這頭一個月第十四天的黃昏 那時以色列全體會眾就要把各自的綿羊羔或山羊羔載了 並要取一些血,逃在你們吃羊羔的那房子的門框兩旁及門尾上 那天晚上,你們要用火烤羊羔和苦菜和無教餅一起吃 你們不可吃生肉,也不可吃水煮的 必須把整頭羊,包括頭、腿和內臟用火烤熟 抹吃的肉不可留到第二天早晨 天亮前,要用火燒掉 你們吃的時候要遵守這樣的規定 要穿著整齊,穿上鞋,手中拿著醬,要快快地吃 因為這是上主的如月節 那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擊殺埃及境內所有的長子和所有投胎出生的紅星生畜 我要對埃及的所有神明施行審判,因為我是上主 而你們門桑上的血是一個記號,標示出你們所在的防止 我看見那血就會越過你們 我攻擊埃及地時,這滅命的災難就不會降到你們身上 你們要紀念這天,你們世世代代每年都要向上主慶祝這特別的節旗 這是永久的律例 在這七天裡,你們只能吃無膠餅 在節旗的第一天,你們要清除家中的教母 誰如果在這七天裡吃了有膠的餅,就要從以色列民眾中剷除 節旗的第一天和第七天,全體民眾必須在這法定的日子舉行聖會 在這兩天裡,除了預備食物,其他什麼工作都不可做 你們要慶祝無教節,因為要讓你們記住 就是在這一天,我令你們的軍隊離開了埃及地 這節旗要成為你們永久的律例,你們世世代代都要慶祝這一天 從一月十四日黃昏開始,直到那月二十一日黃昏為止,你們都要吃無膠餅 在這七天裡,你們家裡不可有一點教母 誰在這七天內吃了有教母的東西,就要從以色列民眾中剷除 這節規條對住在你們中間的外來人和本地以色列人一律適用 在這幾天,任何有教母的東西你們都不可以吃 不論你住在什麼地方,只可吃無膠餅 於是摩世召集以色列所有長老對他們說 去吧,為你們各家挑選一隻綿羊羹或山羊羹,然後把這乳節的羊羹宰了 把血倒在盆子裡,取一把牛塞草,沾上血 逃在你們房子的門尾黃門框兩旁 第二天早晨之前,誰都不可出門,因為尚主會走遍這地擊殺埃及人 但他看見門尾黃門框兩旁的血,就會越過你們的家 不准他那滅命的天使進入屋內,擊殺你們 記住,這色規定是永久的律例 你們和你們的子孫都必須永遠進行 你們進入上主應許刺給你們的地方後,要繼續守這禮儀 你們的子孫若問這禮儀有什麼意義呢? 你們就說,這是如節的祭,是獻給上主的 因為他在埃及越過了以色列人的房子 他擊殺了埃及人,卻保存了我們的家人 摩世說完這番話,民眾全都苦福在地上敬拜 以色列人遵照上主,通過摩西和阿倫吩咐地去造了 那天午夜,上主擊殺了埃及地所有的長子 從坐王位的法老的長子到獄中囚犯的長子 連所有投胎出生的生畜都被殺掉了 法老年和他全體的官員和所有埃及人都在夜裡驚醒 埃及遍地一片哀嚎,沒有一家,沒有死人的 法老年夜召來摩西和阿倫命令他們 你們給我走,離開我的子民,帶著其他以色列人走 照你們要求的去敬拜上主 按你們所說的把你們的牛羊都帶走,走 但走的時候,要為我祝福 所有埃及人都催促以色列人盡快離開那地 因為他們心想,我們都要死了 以色列人帶上未加教母的生麵團上路了 他們用外袍包着油面板,剛在肩上 以色列人遵照摩西的吩咐,向埃及人撒取衣服、金器和銀器 上主使埃及人善待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要什麽,他們就給什麽 這樣以色列人就奪取了埃及人的財物 那天夜裡,以色列人從蘭塞啟程前往疏葛 當中男人約有六十萬,所有全部婦女和兒童 同行的還有其他國族的人和大群偶養生畜 他們把從埃及帶出來的無教生麵團烤成薄餅 餅裡沒有加教母 因為他們被趕出埃及時太匆忙了,來不及準備食物 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30年 就在第430年的最後一天,上主的全軍離開了埃及 那天夜裡,上主實現了他的應許 令他的子民離開埃及地 因此這夜屬於主 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每年都要紀念這一個萬象 上主對摩西和阿倫說 以下是在如節要遵守的規定 外族人都不可以吃如節的言席 但那些買來的奴隸如果受了葛禮則可以吃 客居者和故宮也不可吃者言席 每隻如節的羊羔必須在同一間房子裡吃 不可把肉帶到屋外 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截斷 以色列全體民眾都要慶祝這如節 如果住在你中間的外來人也想慶祝上主的如節 他們家中的藍丁就要接受葛禮 那樣他們才可以像本地以色列人一樣 跟你們一起慶祝如節 未受葛禮的藍丁絕不可吃如節的言席 不論是本地以色列人 還是住在你們中間的外來人 都要遵守這規定 上主給摩西和阿倫的吩咐全體以色列人都遵從了 就在那一天上主把以色列人像軍隊一樣 領出了埃及地 第十三章 上主對摩西說 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都要獻給我 凡是投胎出生的 無論是人還是生畜都屬於我 於是摩西對民眾說 你們要永遠記住這一天 就是在這一天你們離開了埃及 離開了這過你們遺牢的地方 今天上主用大能的手把你們領出來 你們要記住不可吃有隔膜的食物 在早春雅不月的這一天 你們得到了自由 日後上主人令你進入加南人、客人、阿摩利人、希美人和耶布斯人居住的地方 你每年都要在這個月慶祝這事 上主曾對你的祖先起誓 要把這留著奶和蜜的土地賜給你 你要一年七天吃無教餅 到了第七天 要向上主慶祝節日 這七天要吃無教餅 在此期間你境內不可有含教母的餅 或丁點教母 到了第七天 你必須告訴你的兒女 我是在紀念我離開埃及的時候 上主為我所做的一切 這個一年一度的節日要成為你們明顯的標記 就像在你的手上或前額上的印記一樣 讓它提醒你要經常重讀上主的教導 上主曾經用有力的手把你從埃及救出來 因此你每年都要按指定的日期遵從者節日的命令 上主一旦你行了對你和你祖先的應許 你就必須這樣做 他把嘉南人現在居住的地方賜給你後 你就必須把所有投胎生的兒子和投胎生的紅聖生畜獻給上主 因為他們是屬於他的 你可以向上主獻上一隻綿羊糕或山羊糕 用它屬回投胎生的爐 如果你不屬回就要把爐的撥紙打斷 但你必須屬回所有投胎生的兒子 日後子孫問你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呢? 你就要告訴他們 上主曾經用大能的手把我們從埃及 從哪個我們圍爐的地方領出來 那時快樂的心橫梗拒絕讓我們離去 上主就擊殺了埃及所有投胎生的男子和紅聖生畜 因此我現在要把所有投胎生的都獻給上主為祭 但所有投胎生的兒子都要被屬回來 這禮儀就將你手上或前額上的引機提醒我們 是上主用大能的手把我們從埃及救了出來 法律終於放走以色列人的時候 上帝沒有令他們走那條橫跨菲利士領土的大道 儘管那是往應許之地的捷径 上帝說如果民眾遇到戰事 恐怕他們會改變主意 反回埃及 因此上帝令他們擾道而行 經過曠野向著紅海前進 於是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時 就像準備作戰的軍隊一樣 惡世帶著約失的鞋骨上路 因為約失曾要以色列的兒子們發誓必會這樣做 他說上帝一定會來幫助你們 那時你們要把我的鞋骨從這地方帶走 以色列人離開疏割在抗野邊緣的以堂扎營 上主走在他們前面白天 他用雲柱為他們領路 夜晚他用火柱為他們照明 好讓他們日夜都可以上路 上主從未在民眾面前移去雲柱或火柱 甚至有設計 所以走出來 到四十五十二 材料 第三十五十五十六十三 十五十七十六十五十七十六十五十五十六十六十八十五十六十六十八十七十六十七十六十六十二十一